土地供应专业组 来到现在差不多工作的七个多月了 辛苦吗? 是辛苦的 不过就是在我们的工作里边 譬如说我们都会有见到一些 今天不敢住在汤坊 板港那边的一些居民 他们跟我们说 他说无论哪一个选项都好 最好你尽快安排出公屋 这些其实我们见到的情况 正正好就是我们 要找多些土地选业 其实辛苦来说是值得的 是,我也很感谢小组 我也是成员 但是我们经常说 在现在就是非官方的成员 就是主角 到了迟些 当有了具体建议 当然政府我们要跟上来 现在这段期间很辛苦你们了 小组的工作最主要 反而就是这五个月的公众资讯 希望呢 将我们见到的 亦都有这些协议者提出来的 不同的土地公司选项 全部鋪成好一套标准的资料 拿到社会上面 大多数的持续者 到最后呢 如果真是有一套 社会上面大多数的共识的话 我们这个建议报告呢 肯定来说 就会完全反映了 在公众资讯里面 所得到的意见 我自己觉得这样的 很多时候的公共政策 它不是黑同白 这个就对了 那个就错了 很多时候其实是选择 那在选择当中 亦都好看当时的时空 那时那刻 整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那当然呢 详细的需要都要精彩一下 另外呢 其实你和我有个经验 都是相近的 我们都是承规会 你觉得你承规会 那个事件的经验呢 对于现在少了工作呢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镜的地方 承规会呢 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考证过程 其实在这个承规会里面 正正就是要听不同的事分者 对于不同项目上面的一些抉择 很多时候经过有时是四五天的 一个很面红耳赤的讨论 或者辩论 但是他成功已经做了个决定了 即使不同意那个决定的朋友呢 他的怨气会少一点的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当事实摊出来 他对他的事了解会多了 那也都对另一方面的观点 就是为何另外一边会这样看呢 也都了解多了 多的持人在那边 应该就更有利于整个社会 这个我同意你的 我对我们的社会 我都有这个信心 我们多元化社会 其实我们社会 我们有这个空襟实践 去考虑不同的事情 我也都希望呢 今次的公众资讯 其实到最后 那个选项 是不是每一个人呢 都非常支持 或者完全不同意 我相信 但是至少我们在说的呢 就是社会上 大多数 可能就是有一套的选项 这个选项 当然我们是一套 多本持人的方案 是能央足到 我们公众 很逼切的 一些土地上的需要 但最主要的呢 就是说 经过今次 如果真的 一个这么透明的 这么说完 公众资讯之后呢 希望呢 社会成为远气 其实相对来说 是的 我都很希望 Sanny 你也接受一定数量 传媒访问 那怎么办 压力大吗 做传媒访问 其实就真的 我没有什么失眠 不过呢 就可以这么说 近来呢 都因美发问 是的 每晚发问 都在说多少公斤 多少公斤 所以数字很熟悉 是的 好了 我实际说 我们这些老成规的特点 基本的数字 我觉得是 非常熟悉 因为那个也是一个事实 给我们做基础 去考虑很多事情 好